爸,目前每天的病例都在上升,而您又属于高风险群体。您对此有何感想? 高风险群体这个词让我害怕。老实说,这是令人担心的。 因为即使在冠病19爆发前,70岁以上的健康者就已是教育软病了。 现在出现冠病19,而我们属于这个年龄层,往往患有高胆固醇、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,确实令人担忧。 这让人心里七上八下,我们活在恐惧中,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和免疫系统较弱,恐惧一直存在着。 没有其他办法,我们已经活到这个年龄,没有回头颅了。 您为什么会决定接种疫苗呢? 以我来看,接种疫苗是自然而然的选择。 当某个疾病出现时,又找到了对症下药的方法,我们就不应该拒绝服用。 您会担心副作用吗? 如果害怕副作用,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。 当我们过量饮食时,也会面对副作用。 铺热系统也有副作用。 如果我们只关注副作用,我们就不能生活了。 您是否收到任何电话信息,欲请您不要接种疫苗,并警告您可能会发生什么事? 当您启动电话时,所收到的都是不好的新闻。 但当我们看到这些信息时,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常识与逻辑。 看到目前的情况,接种疫苗是唯一的答案,我们是无以避免的。 所以,虽然我读了很多关于疫苗接种的信息,也收到很多关于注射疫苗的短信,实际体验才是最重要的。 您接种疫苗的经历如何?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经历。 接种疫苗当天,我有些恐惧,也感到焦虑和担心。 但是,当我抵达疫苗接种中心时,那里的气氛几乎像喜庆节日。 在场有15、16岁的年轻人,也有85岁的年长者。 看到他们之后,你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会慢慢减缓。 现在就去接种吧。 别再等待,以免为时已晚。